所以我以前 我每一次听我老师讲经 我眼睛看得很清楚 耳朵开得很大 精神 意志都在集中 有时候会不会打瞌睡 我很多次受不了 已经很辛苦 还很累 打瞌睡下去 我那个老师很慈悲 他让我睡 他做他的事 因为杉杉那个环境 那个真的凉快 你知道吗 凉快有很多鸟的声音 一进去的时候 你看 很想睡 有个人特别忙 真的特别忙 师父 一天你不要看 师父好像没事干 你还没了解里面是什么 特别很忙 所以我每天晚上 至少一天 11点多 12点 每天 想睡晚一点 现在不行了 时间到了 主动就起来了 以前可以睡到那种 自来醒 有没有 想拖懒一天这样 现在不行了 已经习惯培养习惯 我当老师三上那个 真的很棒 好慈悲 我们明明打喝睡 他不骂 让你睡 睡不起来 看不到人 老师在哪里了 跑出去找老师 跪下来 跟他忏悔 老师又说什么呢 没关系 你累 你休息 现在可以了没有 我们继续开始 这个老师 这种的老师不得了 你想一想 有些老师会骂你 跪乡 真的 现在的学生太难教了 你骂他几句话 你让他跪乡 我告诉你 不到一天他跑掉了 没有 没办法经过磨练 人没有经过磨练 他怎么能够懂得 进步了 每天活在这个顺境里面 好享受 很舒服 还得了吗 迷住了 好